好,我們繼續看題目 加熱小蘇打 小蘇打就是碳酸氫鈉 它會產生 碳酸鈉二氧化碳跟水 他問你我要有 22克的二氧化碳 需要多少木耳的小蘇打 第一步 解除化學 反應方程式並且平衡 這個方程式我當初要各位寫過 要各位平衡過 寫下來 當初有叫你 而且還說我希望你會背 我還說我希望你會背 好,第二步 乙汁跟鎖球都換成 墨 乙汁誰 22克的 二氧化碳 求誰 擠墨的小蘇打 給我的是質量 怎麼變墨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墨就墨就不用換了,對不對 OK 那 二氧化碳分子量44 我們求過 我說你可能會背下 因為它常出現 你可能就會背下來了 所以0.5墨 那要的小蘇打 不知道X墨 這第二步 我們說第三步是什麼 乙汁跟鎖球換墨以後是什麼 墨數比就是均衡 細數比 乙汁二氧化碳 所求小蘇打 超方神4就知道 比例幾比幾 墨數比1比2 然後把你剛剛算出來的墨塞進去 算了墨塞進去 0.5比X等於1比2 所以算出來 1墨 1墨 算出來1墨 可以嗎 可以 好,來 這個是我的教法 我以前都是這樣教的 今年又多了一個教法 叫做用質量算 好,來 方程式寫下來 好 好 這邊 二氧化碳是 係數1 分子量 44 1乘44 所以 右手邊有44克的 44克的 二氧化碳 碳酸氫納 分子量 加1加23啊 加1啊 加12啊 加48啊 84 它有係數2 兩墨 168克 也就是 如果要產生 44克的 二氧化碳 需要 168克的 碳酸氫納 現在 二氧化碳幾克 22 所以是多少 一半嘛 二分之一 那 右邊要二分之一 左邊呢 二分之一 八二氧化碳 四氧化碳 八二氧化碳 四氧化碳 四氧化碳 六氧化碳 小書打算下分成像84 所以就是84除以84 所以答案就是一末 算了 這是所謂的用質量的算法 用質量的算法 一樣 一樣的算法 看看你覺得哪一種方法 你比較能夠理解 你比較能夠懂 你就用什麼方法去算 但是呢 基本的觀念想法都一樣 他們都需要寫出方程式嘛對不對 都需要方程式寫出來 這是一樣的 然後公司也用的都是一樣的 這裡要請各位能夠理解 OK嗎 OK